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日有一名少年 去到西爾九龍中心美食廣場用線 期間他經過著名藍店空姐牛肉飯 於是就拍照 實際上不少市民都會去到藍店前面拍照 究竟拍甚麼呢 拍一下他們店鋪裡水淨河飛的情況 這些簡直就是人之常情 那些黃店也好 藍店也好 其實打開門口做生意就怕甚麼被人拍 如果你是客廁雲來 你是門庭若市的 那你就威水 你是門口羅雀的拍烏鷹 那你就檢討一下自己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拍照實情是沒問題的 只不過當時有兩名便衣警員 就誤涉進鏡頭裏 當然這班玻璃心友仔 經常怕別人起他底 不知道做了甚麼虧心事 當然馬上就發爛了 就捉緊了這個少年 就說法庭已經頒布了 如果拍照的話就侵犯了他的私隱 當然這是非常荒誕 首先講一下邏輯的問題 那名少年擺明是聚焦在空姐牛肉飯那裡 就要拍照別人做生意的情況 那你這兩名便衣警員進入鏡頭裏 關人鬼事嗎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 抱著委任證 直到拘捕該名的少年 才在市民群情洶湧的要求之下 其中一名的警員 就展示出他自己的委任證 不過就不是展示他自己有個相片和姓名的正面 是展示寫著紅色字的背面給你看 給你看張卡的背面 這樣也可以 對不對 好了 那名少年當然一早拍照的時候就不知道你是警察 如果知道他就可能已經沒有拍照了 但是大家想想那個情況 難道每一個市民去拍照之前 都要大喊一聲 說現場有沒有警察迴避 想想也知道不可行 你不可能這樣來砌他生豬肉 就說他侵犯你私隱 這件事本身有問題 他誰知道你是警察 他根本沒有可能知道 你不讓他知道 你故意不讓他知道的情況下 你就說他侵犯警員的私隱 你是不是很荒誕 有沒有邏輯的 再者 現場有不少的市民 都是開著手機鏡頭 在拍攝你怎樣拘捕這名少年的過程 怎樣租質他的過程 好了 如果你說該名的少年 是拍照 就是侵犯了你兩位大哥的私隱的話 我想請問你為什麼不拘捕在場其他在那裡進行拍攝的市民 那些市民就沒有侵犯你私隱了 你可以被人任影了 但是那個年輕人就不行 這個準則是在哪裡 要拘捕你全部一起拘捕 不如你回去吧 根本上一個都不應該拘捕 到底你為什麼要拘捕那個年輕人呢 是不是那個年輕人去拍攝這間藍店水淨何飛 你就不妥了 你就要殺雞警猴 你就要以警校友 說他侵犯你私隱 是不是這樣呢 還是什麼邏輯呢 如果侵犯私隱的話 這樣也成立的話 其他人一直在拍攝你 都是侵犯私隱 又不見你拘捕他 這些就是白癡 那些人沒有邏輯 那些人 好 第二點 其中的一名警員提述到這一句話 他說法庭已經頒布了 如果拍我照的話 就侵犯我私隱 到底他知不知道 高等法院頒布的禁制令 是說什麼 人家是禁止相關人士使用 發佈傳遞或者披露警務人員和家屬 的個人資料和任何相片 他首先就已經不知道你是警務人員 第二 他沒有使用發佈或者傳遞披露 是不是 他只是拍攝而已 拍攝也不行 是不是拍照也不行 請問 他有沒有滋擾你 他有沒有追殺你來拍攝 如果有的話 可能是干犯了這個禁制令 也不奇怪 他是沒有 他拍攝的主要目標也不是你 是不是 他拍攝那間藍店拍攝那間空姐牛肉飯而已 關你屁事 你自己攝入了鏡頭裡面 是不是 違反了什麼禁制令 請問 不可以拍攝你 你也是白癡的 全世界的媒體全部不能拍攝 要收皮 是不是 說一下道理才行 人家說禁止起底 不能使用發佈傳遞或者披露 他有沒有做這些事 他有發佈嗎 是不是 他只是拍照而已 他也不知道你是 他有沒有圈著你的大頭寫著你的某某名字 你兩位大哥的名字用紅圈圈著他 有沒有燈出來 沒有 請問違反了什麼 還有的就是 根據這篇報導有個大律師叫黃宇逸 指出一件事 就說 即使有人是干犯禁制令也好 警察也是無權作出拘捕 因為干犯禁制令只是民事藐視法庭 是不構成任何刑事罪行 警察也只能透過民事的程序 向法庭提出判決觸犯禁制令的人 是藐視法庭 別人的律師說得很清楚 是不是 你拘捕什麼呢 在現場那裏 你有沒有權拘捕 請問 純粹是濫捕的 喜歡你拘捕就拘捕 如果你喜歡拘捕就拘捕 根本上就是人治 不要再說自己的法治 是不是 香港已經進入了人治社會幾個月了 好了 第三點就是 這個年輕人帶回警署以後 我又被人說涉嫌別的罪名 警察公共關係科就說到 在昨日下午三點多鐘 一名便衣警務人員 在深水埗的一間商場食肆 被一名男子以電筒照射 在場兩名當席人員表明身份 並將該名23歲姓何男子 帶到警署協助調查 警員在這名男子身上 檢獲一支 約18厘米的電筒和電筒零件 經初步調查 該名男子涉嫌普通襲擊 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 這個電筒而已 白癡 他是不是用電筒來襲擊你 是不是打破你的頭 如果是你這樣拘捕他 我覺得沒問題 他做什麼 你就說他用電筒射你 在商場裏面照射你 在商場裏面 你是不是瘋了 你有沒有邏輯的 在商場裏面開電筒照射你 拿著18厘米的電筒照射你 有沒有證據 有沒有商場閉路電視的片段 你拿出來給大家欣賞一下 拿出來給大家笑一下 是不是 有沒有證據 還有 如果你認為電筒就是藏有攻擊性武器的話 麻煩你那些警察你自己反省一下 知不知道這個醜字怎麼寫的 平時在大街大巷 拿著電筒 強光照射那些記者 照射那些市民街坊 你自己不是一樣這樣做嗎 這些擺明就是雙重標準 才嚇人憎 你這些警察做什麼都可以 打橫行打斜行 用強光射人也可以 那些市民要拉要鎖 到底他有沒有做都成問題 何況 你隨便在書包找到電筒 哇好像漁獲自保那樣 又說他藏有攻擊性武器 又說普通襲擊 請問你有沒有砌人生豬肉 這些東西是真是假的 你說的 整個片段根本上都拍不到他有 只拿著電筒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那個警察完全沒有提述過 有電筒在現場 是不是 你只是說人家侵犯你私隱 到底是不是砌生豬肉 這件事 是不是在現場玻璃心 就覺得這個年輕人拍了你兩個人的大頭相 不妥他 然後拉回警察 手查一下他的背包 發現有這個電筒就砌人生豬肉 是不是這樣 你出來交代一下 是不是 你很難免讓市民這樣想 因為你現場 從來沒有說過有這支電筒 片段都沒有拍過出來的 你就拿一些證據出來 就不要口買口陪 就不要你說的東西就當是 一定要有客觀和確實的證據才行 第四點就是 該名的男子被帶返警署以後 他就報稱被警員打臉部和下體 這些就是很嚴重的 就是惡行 是不是 要不要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逐個這些案件來調查他 其實都已經超出了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 他所能夠 處理那些部分 根本上就要開一個法庭出來 逐單這些事情來審訊 怎麼會打人家的臉部和下體那麼可憐 你幹嘛拍張照片 就要給你打下體 這班人是不是喪的 我真的呼籲這班人要求神拜佛 在他們死之前 這個政權不要嵌檔 或者轉態 要將他們拿出來祭旗 否則下場真的非常慘 最後就想說一下 關於英國領事館 他們就證實了 原來早幾天 是真的他們在報警 拘捕那些示威者 事員在前日下午5點多鐘 下午有一名15歲的女童涉嫌 在這個英領館對開的一個路段 進行塗鴉的行為 那些警察就在他的背包裏 檢獲一罐噴膠 女童涉嫌刑事毀壞被捕 老實說 這個英國領事館就不知所謂了 下午去報警拘捕那些示威者 拘捕那些年輕人 靚妹 喂 你預先通知人家一下也好 你有沒有作出口頭上的勸語 不要說什麼 你說那個人是 圖鴉是不對的 周圍噴東西 那你講一聲給他聽 你作為一個文明大國 民主大國是不是 說一聲給別人聽 你不要再這樣做 再這樣做拘捕你了 你預先警告又沒有 報警又不告訴別人 你讓人扯吧 愚愚愚地坐在這裏 就被人拘捕 你什麼民主大國 什麼日不落帝國 你廢國告訴你 出賣香港人的最厲害 1980年的時候 中英談判 香港人完全沒有說 還有 最後就弄了所謂BNO出來 BC都不發給 難為香港有些人 根本上枉作小人 經常在說什麼 BNO平權 他給你一條毛 是不是 根本上 他一早八幾年的時候 都不給你 現在怎麼會給你 對 所以我從來在節目中 不提什麼 BNO平權 根本上全部由頭到尾 你指紋樓梯響 到他出來 真是BNO平權 大家拍下手掌 歡呼一下 至於有些人說要爭取 BNO平權 好啊 樂觀其成 最好你爭取成功 恭喜你 是不是 只不過 與其把我的心機 時間 花在英國人身上 不如你花在香港人自己本地身上 好過啦 搞定真相普選好過啦 有真相普選 洗鬼要你英國護照 對嗎 不要想歪了頭腦 把時間 放在不應該洗的地方身上 簡直就是做了冤大頭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